史观 我们来看一下 为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 为天台中的实践法门 其实很多法门在修史观 但是我们中国大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门 就是天台子观 天台三 智者大师 或者叫做智乙大师 他是非常重要的佛门的高僧 智为梵语 叫做奢摩他 观为也是梵语 叫做匹博生 子观 子观 好好往下 奢摩他 皮膚奢那 只是 只习一切外境与妄念 只是只习一切的外境与妄念 而贯注于特定的对象 我们这个修子观是这样子的 各位来看 上面就讲 只习一切外境与妄念 看清楚这句话 麻烦把他标一下 各位这个看法就跟我们禅宗的烦恼及补体 有点不一样 各位来看 只习一切外境与妄念 而贯注于特定的对象 也许他特定的对象 他告诉你 你又念一句话 好 再往下 观 以极尽的智慧 观察六根六层内外的各种现象 各位什么叫观 因为你前面 你已经指了 你指了 我不跟外界打交道 或是打坐 专注在某一个事情上 或是打坐 或是念佛 或是持坐 或是观呼吸 很专注 跟外界不打交道 各位要听清楚 你这么安静 你一定会心生智慧的 观这里就来了 以极尽的智慧 观察六根六层内外的各种现象 各位要看清楚 再请天和 看出很关键的点在这里 以极尽的智慧 各位他们以为很有智慧 你以为你静下来的智慧 真的是智慧吗 问题在这里 各位来看 子观他不谈开悟的 他直接下手的技术 就是指跟外援先指 你先回家 打坐也好 念佛也好 持坐也好 观呼吸也好 拜颤也好 你先跟外进 再看他上一页 只惜一切外进 以忘念 可是你总得出你的禅访吧 你面对社会的时候 各位 你本来是只惜一切的外进 当然 真正的天台指观 也不是叫你完全不接触 可是他是尽量减少接触 他是尽量减少接触 可是有一天你会接触 你没有磨练过的话 你的禅订会乱掉 你的禅订会乱掉 也就是 你止不住 你想止 你想止 你想止而止不住 再请天河回到我们那三个字卡 那三个的 好 这个 各位 你一定要 三个字都到齐 尤其刚刚我们说的 要广 各位 你要勇敢的去面对 社会 家庭 国家 所以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有这个三五之后 这毁佛教 三五之后 可是禅宗 是越毁 越强盛 禅宗是越毁 越壮大 因为他是诗诗入寇的生活禅 他不依靠禅院 他不依赖禅房 他是和光同城 而且他根本不是单单依靠 典籍和知识经验 他有一个通天的宝藏 就是我们的佛性 各位 你一定要透过悟 各位 一定要悟透 你一定要了解 你不能够有折扣 你一定要完全领纳 慈悲的长天 不会创造 有毛病的众生 这个点 你不能让步 不能把它当成 有可能而已 你要知道 你的身份 就是佛 没有折扣 如果你有折扣 你的法力 也必然产生折扣 如果你对这个宇宙定律 是懂非懂 可有可无 你的法力 也是忽大忽小 忽明忽暗 你的智慧 也是 灰暗不明 真的这么重要吗 物真的这么重要吗 你连你的身份都不知道 你当然会有问题 你看我们现在演讲的人 不是在新北市吗 假设你连我们现在在新北市 你都搞不清楚 你有问题 你不知道你哪根筋有问题 而且在演讲的人 明明有用麦克风演讲 你硬要说 那个不是麦克风 那是油条 那你看你变得多重 不是要不要争这个点而已 不是要不要争这个点 而是你为什么 这个点你对不起 你天机密码 你对不起 你怎么没有办法领悟到 慈悲的佛陀 怎么会去化欲 有毛病的众生 现在大家的问题 就是各位你只要回归于一 你为什么会死 各位再记得 你为什么会死 因为你的心没有归于一 你一直在是非的论断当中 你没有平静 所以我们也 直观也很好用 至少他要我们 止息一切的妄念 还有一切的环境 这个也有帮助 我们现在各位 你的力量无从发挥 就是劝缺一的修炼 你要赶快修一 你要赶快修一 还有你劝缺广的修炼 你的胸筋不够大 你这两个字恢复 再加上你跟苍天走在同方向 你相信众生本来成佛 毫不折扣的相信 加上一汉广的修炼 你绝对可以达到 止观更高的境界 你真的会心生智慧 各位要了解 佛性的智慧 不是规划统计 如果你在心中 还有规划 规划 规划的习惯 这个不是佛性的智慧 你一定要经常有 妙很妙的灵感 像一个风暴一样 丢到你的内心 以后你会发现 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 你们先去多祷告 遇到大事情要决策之前 多祷告 像求职 这么重要的事情 买卖房地产 这么重要的事情 婚姻大事 没有经过半年的祷告 请不要下决定 问你要了解 你这个就业一下去啊 入错行很麻烦 房地产那么贵 适不适合你祷告个半年 没有半年起码三个月 先祷告 祷告以后 激发佛性的智慧 你会很巧妙 不是规划 不是筹算哦 突然就会觉得 应该这么做 准确无比的直观 而且佛性 不是稀里糊涂的 他让你看到答案 为什么你要买这间 不能买那间 你会看到答案 你会知道 这间适合你 那间适合别人 你会清楚地看到 为什么要你买这间 因为不适合你 而且经常是 好几年后 你才发现 还好 还好 说不定这个房地产是搭配你将要出生的孩子 搭配他未来的学习 而你现在哪想得到那么远 所以你只靠规划筹划 规划筹划 那个不叫做智慧 那个也叫做知识经验的运用而已 再回到我们的字卡 好 无我说他 子官 大家都在讲子官 那时候子官很流行 天台智子大师 大家都在说子官 在我来看 他叫做智慧 智慧饶饶顶狂 智慧大师这么讲 看得也是很危险 所以不怕被智子大师找他吵架 嘿嘿嘿 智慧饶饶顶狂 我还渡了官云场 你渡了谁 我渡梁武帝 智慧大师渡梁武帝 智慧饶饶顶狂 各位 你要会看得懂智慧大师的文章的写法 他不是全面否定止官 而是谈到 你如果没有跟开悟的智慧连线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你那个打坐一两个时辰之后 三个时辰之后 心很清静 也有在筹算这个筹算那个 对不对 那个只是知识经验 最厉害的应用而已 了不了解啊 那是知识经验 因为你在很安静 很安静 很安静 没有杂念之下 在铺陈你的知识经验 这个还是叫做癫狂 而且这叫自欲擾擾 你还都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 不信 智慧大师 一眼就看穿了 如果说他指观 大家都要跑天台山 大家都要跑 我要指观 他要指观 他指观 指什么观啊 这叫做自欲擾擾天宝 如果你没有开悟 没有生活残 很危险 很多修行者 为什么对国事 家事 天下事 不太负责任 就是他 把社会二分法 残防 比较重要 值得修道 其他事就不重要了 各位这个观念就错了 这个叫做癫狂嘛 这不是癫狂 还有明明 那个只是你知识经验的 高度的运用 你却把它当成 波罗智慧 当成 瓶波舌纳 不是 不是 所以说各位 我们真正的要 有效的 知取 佛性的 灵光 普照 我刚刚说 也许你买一个房子 为什么 你祷告了 几个月以后 高级廷 引导你买这个房子 我说也许你孩子 得到幼稚园以后 你就知道了 啊 隔壁住的那个 真好是受幼稚园的老师 啊 你三年前 五年前 你怎么知道啊 这绝非知识经验 办得到 唯独跨越时光的佛性 会告诉你答案 各位要会看 最后一句话 志工大师 不是在批评 天台 不是在批评 自语大师 不是 他的意思是 万一 你所连线到的 还是你自己的 知识经验的智慧 真的会产生巅狂 所以我们的 天台指观啊 这个在推的时候 一定要 再补充 禅中的 一些开悟的思想 和生活禅的思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